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点的突破 就是工业科技的布局 现在嘉义有很多产业园区都在发展 那每一年我跟大家报告 每一年进度都不一样 都有非常按照原本的规划 都在做如期如指的发生跟发展 所以这里面有我们的嘉义科学园区 有马仇厚产业园区 有中浦公馆 有水上南径 也有我们的航太园区 还有我们的整个布袋的水产加值园区 还有我们整个相关的 所有这些六大产业园区的发展 大家知道科学园区 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的总面积是88公顷 亦继创造5700个救援人口 年产值大概在380亿 科学园区所在的地方 是一块370几公顷的台狼地 我们现在只用了88公顷 所以未来如果有需要 我们可以扩大产业园区的发展 再来我们马仇厚产业园区 我们的货棋一共有344公顷 亦继的就业人口是2万人 年产值大概在1000亿 再来是我们的中浦公馆产业园区 总面积是67.55公顷 我们预计创造5500个就业机会 年产值大概在220亿 再来是水上南静产业园区 有79.56公顷 我们预计创造6200个工作机会 年产值大概在255亿 在明雄航太园区 我们总面积是20.72 这个是指航太园区的部分 另外一个上一次 刚刚动土的中科院 是另外一个20几公顷 那这个产业园区 是要让无人机业者进驻 意计创造1200个就业机会 年产值大概在80亿 然后我相信未来这个产值 会再扩大 因为无人机已经变成全世界的选学 而且是大家重视的 那中科院所投资的11亿 那已经开工动土 那未来会变成中科院的 研究人员的基地 那未来那个地方 会有非常多的技术人员 进到那个地方来 大家知道实际上 国防产业的武器的部分 最顶尖的团队就是中科院 包括我们看到的飞弹系统 所以中科院的研究团队 即将进驻到民雄 隔一条马路 另外一边 就是民雄航太园区 那民雄航太园区啊 嘉义县政府已经做先期规划 已经规划好了 原本是要由嘉义县政府来招商 跟马仇后一样 那如果按照这种产创条例啊 可能一拖下来要拖好久 那整个土地又是中科院的 又不是嘉义县政府的 这里面有很多角色上的混淆 所以后来我就去找总统 因为总统很关心无人机这一块 我说总统 如果按照现在具有的规划 无人机的产业发展 全世界发展得这么快 那这个产业园区 我们要拖四五年 才会成型 我想缓不济及 是不是可以由国家编议算 直接开发 直接动工 直接兴建 那后来总统把我们的话听进去了 交代行政院 所以现在已经确定 由国防部编议算 补助中科院 由中科院直接开发 我们民雄航太园区 亿计投入六十八亿 所以是不是我们给小兵总统 谢谢他好不好 再来是我们的布袋水产加值延区 这个土地比较小 大概只有八点九六公顷 那亿计创造三百七十六个就业机会 年产值十三点二亿元 布袋大家知道 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产加工的场域 加以的三百七在全国生产 大概只有两成 但是透过布袋的处理 叫加工的 全国的三百七超过六成 所以你就知道布袋在加工这个部分多重要 所以我们这十一家厂商 我们已经把这个土地全部卖完了 有十一个业者投资 那未来包括生鲜的鱼虾背 三百虎多 三百虎丸 台湾雕片 还有母粒等投资 所以未来会扩大布袋的水产加工的能量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建设 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个新的消息 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一号 行政院拍板 在我们马仇厄产业区 除了我们一百一十二公顷 加以县政府全部卖掉 因为这块产业园区的后期 我们是跟台糖合作开发 所以台湾本来这些队 本一百公顷的肉粒 这一百公顷的肉粒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没有未登陆工厂 如果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 那是不是到马仇厚这边来 承租土地 联劳在这个所在摄像 另外还有一块大概44.48公顷 现在行政院长 行政院 我们的郑文燦副院长 那邀请的所有相关部会 到嘉义来开会 确定 这44.48公顷 未来将打造半导体的延区 导入半导体的设备 零组件 跟材料厂商进驻 等于就是半导体的卫星工厂 所以这个对于整个嘉义未来科技能量的扩大 我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再来跟大家谈谈无人机产业 我刚刚已经讲过 我们要创造无人机的产业聚落 那现在无人机产业 过去由嘉义县政府铲淡经营 到处寻找中央资源 跟经费 到去年的8月13号 蔡英文总统来嘉义宣布 无人机国家队要设在嘉义 我想一锤定音 那不然当时很多县市都在争取无人机 那蔡英文总统拍板定音了以后 那我想未来无人机的国家队 已经变成是嘉义的代名词 而且嘉义现在在全世界 只要讲到无人机 讲到台湾 一定讲到嘉义 整个无人机的产业 蔡英文总统已经把它纳入到 国家的战略性产业的5加2 那5加2里面包括智慧机械 亚洲矽谷 力能科技 生医产业 国防产业 新农业 还有循环经济 我们就是放在国防产业里面 所以整个已经纳入到 国家的重要的发展战略里面 所以我们在 亚创这个中心 已经有44个业者 进驻到里面 包括相关的这些政府机关 而且经济部 因应于总统 整个无人机纳入国家 重要的战略性产业 所以经济部已经有15个工作人员 进驻在我们的亚创 全力推动无人机的发展 而且这个地方成立才将近一年 已经有17个国家 来这边参访 包括跟我们签订MOU 相关的合作意向 所以整个无人机的产业 未来是看好 而且全世界 整个无人机的产值 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的无人机国家队 可以说整个在嘉义成军 未来会由中科院 跟民间业者 军民联手 加速我们金用三规的 整个的研发 那我们会串接 整个国际的供应链 转型升级 嘉义的产业结构 所以嘉义未来的 两大亮点产业 一个是科学园区 它即将变成是中科跟南科 中间重要的玄界点 另外一个就是无人机产业 所以我们现在 无人机产业协会的 业者都有染掉现场 这个是未来为嘉义 要整个努力 变成嘉义的亮点产业的业者 我们是不是请所有业者 站起来好不好 再来我们要来推动 能源转型 大家知道实际上 力能 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 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它为什么重要 因为全世界已经把力能 当作是做生意的必要条件 就是说你的这些大公司 有在做国际性的 如果你的工厂生产 没有用多少比例的力能 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 整个国际市场的交易的程序 所以这个涉及到整个未来的产业发展 等于逼这些所谓的工厂 必须要使用力能 所以我们嘉义县 因为阳光太好 适合农耕 而且地理位置也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并年的发电量 已经到1033MW 那台湾186,000户 用电总要用多少 768MW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刚才说我们并年发电已经1033 我们只用7608 所以我们的力能发电 已经超过我们家户用电 265MW 那未来在很多的产业 我们会再继续推动力能 那包括工厂的屋顶 宜电共生 包括风雨球场 很多的地方 那我们嘉义县有成立一个 力能推动委员会 那整个全力来发展力能 那这样的力能发展有一个好处 也就是说未来在嘉义投资的 很多需要力能才可以做国际生意的厂商 我们期待能够就近取得嘉义的力能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力电银行 上次我们已经把学校的屋顶型的力电 那透过我们当平台 转卖给上银公司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步 未来还会再做更进一步的使用 再来我们来谈谈强化商业机能 大家知道嘉义的商业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发达的 所以来嘉义投资的厂商 大部分都会认为嘉义 整个商业消费的机能不足 那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 所以我们招商要好 包括这些工程里面的援工 他管理由他身权到嘉义来 管理由他台北到嘉义来 你一定要让他感觉这个地方有发展 而且商业消费机能不错 所以我想 我为什么对于所谓的outlet到嘉义来 我认为他是一个突破性的 是一个嘉义转型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对于建造的审查 从我就认平均要16.8天 我们现在已经降到5.6天 所以是不是给我们津巴处所有的这些同仁 给他们掌声 谢谢他们好不好 而且我们积极的丑组商圈 还有办理商圈购物节 那原本我就认的时候只有一个商圈 那103个会员 到现在已经16个商圈 一个观光工厂 会员有1122个 那商圈购物节我们办第二次 第一次啊 我们一共有2.2亿 取得所谓的梦彩券 那今年啊 我们增加了1.5亿 达到3.7亿 所以未来我们每一年 继续会举办商圈购物节 我们希望可以扩大 嘉义的商业技能 那也透过商圈的古岛 让商圈发展特色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都市里面的商圈是集中的 比如说像冯甲商圈 或是大家过去喜欢逛西门町 但是嘉义的商圈没有办法在一个区域 或是在一条街 所以它是散居的 那当然散居辨别性会比较低 那还好 现在是网络的世界 网络可以变成 把散居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 它在虚拟的世界 无形中变集中 所以它的辨别性就会变强 所以网络的世界 确实改变了很多不同的生活形态 跟产业形态 再来我们来谈谈观光跟文化的提升 我们知道 观音瀑布 封闭了23年 观音瀑布是很多人小时候的记忆 像我国小在一族读一族国小 我国小的毕业旅行 就是带到观音瀑布 那观音瀑布一封就是23年 那今年的7月16号 已经重新开业 而且你如果去观音瀑布 你就知道 在沿线开始有很多商家 老百社群 他们整个东西出来摆楼边 它无形中创造了很多的商业的机会 活络的地方 那观音瀑布 之所以让大家印象进去 主要是因为它很近 它不是在很高的山 而且观音瀑布因为有瀑布 所以每立方公分 有1.2万个负离子 那一走上去大概800公尺 可以看到四个瀑布 从入口到宫顶 落差120公尺 平日大概在1200个人 假日会到达3400个人 很多人去运动 很多人去那边消费 很多人去那边走步道 所以观音瀑布的风华在线 多了一个观光景点 再来是大阿里山 跟林烈铁路的整体发展计划 这个是农业部的计划 我在当农委会副主委的时候 我审过这个计划 也参议讨论过这个计划 那未来这样的一个计划 会变成游轮式的理由 等于阿里山的小火车 到山上整个阿里山 它有很多车站 这些车站现在都已经经过 设计跟整修 那未来会在那个地方停留 那会让整个游客往外走 结合社区 结合当地的景点 那比如说一个小时后集合 那透过这种游轮式的 整个阿里山铁路的沿线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 我想可以有效的刺激 很多地方的观光发展 那原本整个阿里山铁路 整个在莫拉克风灾以后 42号隧道受到坍塌受损 那后来经过六年的修复 原本要通车了 2015年就出了杜尖台风 又坍塌 所以后来农委会 就决定不再走既有的道路 在那个地方另外再 打通另外一个隧道 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那这个案子 我在当农委会副主委的时候 都有审过 那现在大概已经接近完工 那预计在明年 全线可以通车 所以我想整个农业部的这个计划 未来会提升整个大阿里山的观光 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这个为了引领于整个这个计划 所以林铁处特别打造了两个新的火车的车厢 我们来介绍第一个福申号 福申号就是福尔摩沙森林的简称 叫做福申号 它预计在明年的三月份会通车 那看到整个完全是用块木 所打造出来的车厢 而且你看它内部 可以说是五星级的 非常的豪华 未来这些火车啊 他们会内部的所有的这些经营啊 他们会委外 所以以后就会有所谓的厂商 来供应所谓的非常好的餐点 包括所有游客的旅游 那再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台 叫做许业号 许业号基本上 大家看到旁边有一只鸟 那只鸟的名字有一点难念 那它是用阿里山 这只鸟身上的颜色 作为它火车外观的设计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的内装 非常的漂亮 许业基本上是形容 充满了喜业跟欢喜的感受 所以福生号 许业号 在明年的三页 四页 即将为全国跟国际的观光客服务 再来跟大家谈一看看驻山车站 这个车站是经过设计过的 找有名的设计师去做整个车站的改造 所有的设计跟规划 包括这条火车的路线 即将提升嘉义所有的观光旅游的值跟量 我想一定会带来嘉义不一样的改变 再来谈谈上一次谈过我们的羊角艺术村 投资金额到达14.5亿 那明年的圆内二号第一期 蒙宠热言 就是有很多可爱的动物 会跟大家见面 那他的展演证都已经通过了 那第二期啊 会建立数位艺术馆 还有顶级的Villa 那第三期啊 会有250间的商务旅馆 他的位置就在故宫南店的旁边 就在科学园区所包围的 微型文创园区 那蒙宠热言第一期 明年的圆内二号 即将营运 那今天我们带钱来嘉义投资的董事长 智维新智董事长也来到现场 是不是站起来 我们再给他掌声 谢谢他好吧 再来谈谈故宫南店二馆 已经动工 那2027年会开馆 整个投资金额是31.94元 占地约7公顷 那二馆大家看他的外观 有一点青铜器 而且他叫国宝修护馆 那他会增加很多展览厅 所以故宫南店 不只是现在这样而已 他还在长大 他还在扩大 任何强有力的嘉义建设 只要在长大 再扩大 对嘉义绝对是正面的 所以2027年我们期待 故宫南店二馆即将开幕 再来看看我们文官局 很努力的拍很多形象广告 透过网路也好 透过电视也好 拖播 然后来行销嘉义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支影片 他曾经得过2022年 砍城最佳广告的影片 是我们邀请黑佳佳来拍摄的 黑佳佳所拍摄的这波广告 这个是溶缩版 30秒 得奖的那个是190秒 你们到YouTube里面自己去看 拍得非常好 那拿到砍城影展 最佳广告的奖 再来跟大家谈谈 我们在提升嘉义线的观光业者 能够让他们的所有的服务 能够提升 大家知道观光产业是一个竞争性的产业 各县市都在竞争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业者 他真的能够呈现出专业 大家知道嘉义线的很多的观光产业 过去是老婆老母 然后减政地 然后有时间去一个民宿摸着 正嘉义 有时间摸接客 民宿摸着 但是经过这样的发展之后 开始有些第二代跟第三代回来 他跟我们老婆老母不同样 他们是专业的旅游工作者 他们的重心都放在旅游 所以你看到我们嘉义线的山区 包括平原区 民宿的品质 比过去好太多了 因为他们已经把它当作是 可以发展的事业 而且又有新一代的人 演一回来做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现在很多的民宿做得很好 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民宿业者的 所有面对观光客 不管是早餐的准备 不管是房屋的管理 不管是所有的行销 怎么样透过自媒体 还是中嘉义有得生的食材 必做了利 实际上是应该要强力的来推动 所以我告诉文化观光局 要针对这一块强力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们成立观光学院 那最近我去参加一个时钟 嘉义山区的野菜 然后请老师来教 怎么样把它料理 变成是符合消费者需要 包括它的摆盘 包括它的所谓的风味 多去做研究 所以最近我们大概文化观光局 会针对山区的所有食材 我们会出书 包括出影片 包括海期的所有的海鲜 我们会出书 我们会出影片 包括平原区的瓜果 我们会出书 会出影片 我们希望能够带动 所有这些做观光的人 他们的技术 跟他们的能量 可以提升 今年我们也有两个大型的戏剧的户外演出 那我想在座应该也有人去看 也就是明华眼的白蛇传 现场超过五万人 还有紫风车非常大的戏码 挪扎闹闹闹 现场也超过六千人 实际上嘉义一直让人家感觉到 就是好好做事 好好做工 相关的娱乐比较少 那这个从过去就是这样 我做小孩的时候 实际上主要的娱乐就是什么 过年的时候 听到现在带着 去市场 还是找到新娘 去世家 还是我们那个所在 我们中山当 每一年 只放一次电影 所以都很期待 过年的时候去看电影 春夜的时间 只有没有 那如果有就是什么 翁楼子来不得了 所以那里面大家会相当 去看翁楼子来不得了 早期的娱乐就是这样子 所以嘉义县政府怎么样提供更多的娱乐 更具有文化水准的娱乐 这个也是政府的责任 所以我们今年弄了两个大型戏剧户外的演出 我们明年会再继续努力 我们希望有大型的戏剧演出 继续在嘉义 那整个我们为了要到乡镇去 大概我们文化局有一个仲夏表演艺术节 那会到乡镇 那虽然比较小场 但至少也带给地方很多的娱乐 那国内的我们请明花园 紫风车 九天民俗技术团 国外的请拉丁 阿米果夜团 还有流行摇滚夜团 还有加勒皮埃的雷鬼夜团 到乡镇里面去演出 那这个每一年都有 而且每一年会轮流乡镇 然后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艺术活动 跟娱乐活动 带到乡镇里面去 再来嘉义在我的任内推动一个大型的计划 叫做再嘉义乡村艺术行动 叫做again嘉义 我们希望能够再一次看看嘉义 所以叫again嘉义 那这样的乡村艺术行动 我意计花五年的时间 把嘉义县18个乡镇市全部绕一圈 那这绕一圈除了是社区跟艺术工作者 做艺术创作以外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会出书跟影片 我们希望把嘉义的发展历史各部分 能够留下记录 所以我们整个相关的策展理念跟精神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想法跟计划 我们希望透过五年 把18个乡镇市能够绕一遍 那这个出版计划里面 讲的不只是这些艺术品 包括这个时候 在那些乡镇 他的历史 他的地理条件 他的所有的产物 包括他的风土人情 全部都有记录 所以我经常在想 如果我任内 透过五年 整个绕一圈 如果下一任的县长认为这个计划不错 再绕一圈 再绕两圈 再下一任的县长 再绕一圈 你想看看 五十年后 每一个乡镇 就有十本记录 就有十个 对嘉义的 所有的当时的 很多的影像 那五十年后 再来看五十年前 这些书 这些影像 就弥足珍贵 所以基本上 我们希望 在嘉义乡村艺术行动 和嘉义 这么大的一个思考跟计划 能够为嘉义留下 更多的影像 跟记录 有红尽 这些影像 这些影像 就有红尽 期待 有红尽